11月24日下午 多家韩媒报道 Blackpink成员Lisa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已经被隔离治疗 儿童队伍其他三位成员也都处于隔离状态 消息已经传出 整个网络都漫步着有关Lisa的消息 毕竟凭着Lisa当今在娱乐圈的热度 就连在中国也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不仅是Lisa的粉丝担忧不已 其他成员的粉丝也都乱成了一锅咒 其原因就在前一天 Lisa还在社交平台晒出了Blackpink四位成员的合照 可谓是零距离接触 但好在其他三人的核酸检测结果目前都未阴性 这才让粉丝们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了 而据悉 Lisa明明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她又是如何感染上新冠病毒的呢 Lisa的公司YG娱乐向外界表示 她是属于突破性感染 即使击种了新冠疫苗还是有几率患病 随着Blackpink的火热 团队几乎世界各地的跑 况且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频繁的在海外参加活动 甚至到过人多的酒吧蹦迪 也有细心的粉丝发现 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Lisa的声音就已经有些不同 怀疑可能是发病的前兆 但不管怎样 Lisa如今已经被感染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心底默默替她加油 也相信Lisa能够战胜病毒 尽快重新回到我们的事业里 而说起Lisa 她凭借着高颜值和魔鬼身材 被广大网友们称为人间芭比 一直在国外活动的她 在去年被邀请到国内的一档选秀节目中 当导师后开始走红 这也算是真正打开了Lisa在中国的市场 她上节目的那件衣服 也被商家们标注为Lisa同款 卖成了爆品 看过那档综艺的人都知道 Lisa虽然在平时看起来很甜美柔和 但作为舞蹈导师的她 却一反常态对学员们非常严厉 从刚进门还笑嘻嘻给学员们打招呼 到看了他们舞蹈后就变脸严肃的一面 对策Lisa解释说 Lisa也曾被对友评价为行走的跳舞机器 即使上课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凌晨12点 Lisa也会再比成员们多加练两三个小时 因为在她看来 舞台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的 可谁能想到完美主义的她 思想里却是个精神小妹 因为她总是把买米当卡挂在嘴边 粉丝们也承认会用买米当卡来引起她的注意 临时不爽 买米当卡 买米当卡 她还曾扬言要去抢便利店 原因是她所在的地方的便利店物品太贵了 还可怜巴巴的说买米当卡暗示要蹭队友的单 最后不出所料还是被她得逞了 而Lisa还有一个火遍拳王的精神小妹舞蹈 螃蟹舞 这个舞蹈当时可是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热量 雷鸣道义曾带领一众哥哥们争相模仿 不得不说Lisa的可爱是会被传染的 最后希望我们的Lisa可以快快好起来 粉丝们都想要再次看到那个虎蹦乱跳的她 相信什么都打不到美女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喜欢什么样的Lisa呢 评论区可以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ì 优优独播剧场面 how about me? guys? how about me? i'm the hottest,okay? Lisa continually打开 杰刈永尔 thank you guys! I got your bag, okay?